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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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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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号玩家开始发言 11号玩家请发言 我验的2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我说一下我为什么验2吧 就是因为前面的第一局和第二局 我跟2号都互相定错彼此的身份 所以我拿到这张牌 我就必须要去验证一下他的身份 我想看一看这一局 王国公主和敌国将军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但是验到2号玩家是一张狼 所以注定连节目组都毕竟注定这是一段虐恋 那今天就出一下2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他是一张小狼牌 因为他起来那个动作 他起身是直接很快的按了 所以我有点怀疑 他会是这把的原始起跳位 他那个动作很像是一张要起跳的牌 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 所以我景辉留不了任何景上的牌 我就直接验两张景下 我这个位置能看到的景下的牌是1号跟8号 所以我的景辉留就 还有6号对吗 还有5号 1号5号和8号 5号玩家第一把是好人在景下 第二把是狼人在景下 那么我偏向会觉得5号玩家这把像好人 因为我感觉你会需要一把投票的正确率 来证明你今天晚上还是OK的 所以我会偏向觉得你是好人 好吗 我就不验你 给你这个投票的机会 那我的景辉留就1号跟8号 我先去验一张一把 我的景辉留就是一把顺验 然后今天就请2号玩家出一下局 我偏向觉得他是小狼 不像那张双刀狼 不过了 谢谢秋小秋秋 谢谢Vicky 谢谢乔乔 谢谢Wasabi 谢谢Vicky 你说你是公主 那边坐着一个3号 她是什么 丫鬟吗 你说 她穿成那样 李是公主 然后你说5号 人家急需一把证明自己 急需一把证明自己 难道不是你自己吗 我觉得你像个通灵师 我站边你 主机站边 2号玩 因为这个板子也不用干嘛 对吧 我先站边 你都发的茬沙了 别的逻辑我就不盘了 我觉得很像 很像 但是我知道3号玩家觉得你不像 他一会应该会编bug逻辑 反驳一下你吧 我是没听出什么不像的点 因为3号玩家觉得不像 我先帮你把他这个队里面拉起来 好吧 公主就把丫鬟打出刺儿 然后投票的话 我觉得你大概率能吃到 这个景徽 我看了一下景象 都蛮厉害的 我就要一下5的票8的票 1号人家随便投好吧 过了 好 在景象 感谢一下周延 感谢一下长南尼罗河 判法律无边的前辈 感谢赵泽丹 感谢MrS 感谢你们 11号可以是异国公主 但是3号是 另一个国家的公主 这个不干 对吧 互不矛盾 我底牌普通村民 11号玩家 所以就是丢错了 但是你们确实挺好的 我上一轮拿 那个什么 叫啥来 猎魔人 然后 异国公主 异方公主 教我站边 这一局我拿普通村民 另一方公主 又教我站边 反正我底牌 拍给你们 反正我希望 我的那个预言 我的通灵师 我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后支位的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英雄通灵师 给点力 就有的时候 不上井 突然上一下井 其实有奇效 在11号玩家 演力 我就是那个预演家 通灵师 但是我不是 我是普通平民 纯种平民 所以就 后支位听一下 那个站边下 我的那个 英雄通灵师 我是平民过了 原本确实觉得 11发言不太像 但是2也太紧张了 我感觉这把 是你在教我站边 我本来真的 这可能站不对 因为 那我就先聊聊 为什么一开始 觉得11不像 一个是 他说他觉得 他咽到2茶沙之后 他说他觉得 2要起跳了 我就感觉 你别那么开心嘛 要是2跟你起跳 我觉得你应该 不太开心 但你也不担心说 哎呀我这个茶沙 白废了 就那个感觉 还有一个是 你在聊井下 那张5的时候 你说啊 你第一把在井上 第二把在井下 那你第三把 应该是个好人吧 我感觉你不是 思考给出来的 就是想给他 一个好人师分 给出来的 因为 之前他被打的时候 都是说 5号在井下 那得是个狼吧 就他经常会 因为在井下被打 所以我 我觉得你这个 好人师分给的快 但是我觉得 2发言太紧张了 所以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万一是狼茶狼呢 我只是之前觉得 雪儿 确实你的汗跳发言 有的时候会比你的真通灵 真预言家发言会状态更好 所以我又会觉得说 那我可以去保留你真通灵的面 然后关于丫鬟这个事 本来 本来你给了我一些灵感 你知道吗 我本来没有断 你可以说 你给了我一些灵感 就是昨天6月1号刚开播的一个新剧 叫花蓉 然后女主角是那个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美女 叫居静一 她就是开局 确实上来是一个丫鬟 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 就是看上去是个丫鬟的 到最后确实都挺厉害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叫花蓉 本来没想说 然后我就谢谢一下头石 谢谢秋小秋秋的头石 谢谢是你的叶叶雅的头石 谢谢不吃鳗鱼的头石 谢谢Kalm的头石 谢谢喜怒不行于色的头石 谢谢Jason的头石 谢谢念武的头石 谢谢水燕的头石 然后这个好人我就过了 谢谢头石 谢谢咪哥的头石 谢谢哥儿的头石 谢谢吴子琪打抱陈明俊的呱呱的头石 谢谢秋小秋秋的头石 谢谢小胖还想看腹肌的头石 还有谢谢Melance 谢谢生日快乐你懂的 谢谢黄子洪凡老婆 谢谢森森 谢谢桑桑 谢谢依莱 谢谢陈明俊是刚 谢谢陈明俊生日 希望早点下班的可乐 谢谢大家 然后我觉得实义挺像的 然后我觉得机械狼板子 应该不会小狼查小狼 然后二号我觉得是狼的原因是 你说一直不上井 偶尔上井有奇效 那你上井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上井呢 然后其次你说 其次你就潜意识里 你就是说我一直不上井 那我上井了 他们给我丢个茶沙 那你自己 首先你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为什么要上井 其次是 其次我刚想的啥 卸个头石忘了个屁的 就我觉得不是狼查小狼 就是我觉得机械狼板子 因为昨天刚刚拿过这个板子 刚拿过狼 然后小狼应该是不太会互相丢茶沙的 然后二号听着比较像狼 三号点出来说 一是紧张 二是他上井 其次你好像说 就不太可能说狼人的格式是 起来看到你上井了 给你丢茶沙吧 就你那个发言 我没听太懂 而且你也没有解释 你说你一直不上井 那你上井是为啥 然后我觉得二号很像狼 然后我可能 但是这不是说 我觉得十一一定是通灵师 虽然我觉得小狼 不一定会茶沙小狼 但是我要听了对比发言才知道 但我现在听到二号觉得不太好 三号还行 然后过了 四号玩家收到王王碎呱呱的送花并留言 明天是陈明俊的生日 大家关注他的抖音 就可以获得一百抖壁 我已经试过了 是假的 但是还是要祝他生日快乐 万事生意 谢谢你们 碎碎平安 碎平安 来 碎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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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还有另外一束是叮当送的 留言说 预言家外楼 射梦人猎人 带走单边女巫 一枪打尽2000人 陈明俊的狼人杀 还有多少种可能 祝笨蛋帅哥 6月3日生日快乐 谢谢 六号玩家谁发言 没啥的 没啥 谢谢白茶香衣 谢谢七小秋秋 谢谢宁宁的投食 感谢啊 嗯 我觉得12像好人 12像好人的原因 倒不是跟战片 没什么关系吧 就是听起来感觉 他又觉得十一 发言不达利 然后又停下战片十一 所以感觉不太会像是 不太像是一个那种 狼人牌的景上的工作吧 就感觉 像是一个任性的 好人牌的感觉 只能说感觉 因为他会错 三号玩家 我觉得他在十一起跳的时候 观察了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当时反应 挺像一个想 分辨他十一号玩家 是否为预言家 是否为通灵师的一个状态 然后听了刚才的发言 我觉得一三也还行 然后我觉得四号玩家 会有点有一点像狼 压力不要太大 觉得你一般好吧 不说你是狼了 麻生日了 就不说你是狼 你一般好不好 二号玩家 其实发言 唯一一点点问题是什么 是好像你对十二的定义 稍微少了一点点 我觉得多聊点十二 因为前这位除了给你发 查杀的就只有十二号玩家了 且上方下是有点想站十一的编 所以你多聊点十二就可以了 但是二号玩家 究竟底牌是一个被查杀的好人 还是一个被查杀的小狼 还是大狼 我觉得景上是听不出来的 我得听听对比发言 十一其实我听起来的问题 在于什么地方 在于第一你的信用历程有点 有点太像编的了 当然我觉得你预言家也是 通灵师也是可以编的 当然汉条也编 其实通灵师有时候也是在编 信用历程 不拿这一点打你不是 主要是你有一句话 我听得太突兀了 我不想仔细的再听 你说二号玩家应该是你查杀的小狼 不是大狼 你自己说这句话 没懂那句话哪来的 你是景上先知会发言的疑似通灵师 你查杀了一张牌 在我们这个板子 现在我们打多了 我们都知道 其实你查杀了一个狼 你是不知道他是大狼小狼的 你是没听过他发言 也没有人起跳 你没有任何信息 你是哪里来的二号玩家 是一张小狼的这个定义呢 所以我觉得你那句话是太扣分了 好吧太扣分了 但是因为你那个 你那个最近好像预言家也好 通灵师也好 发言的确是有点 就是有点下滑 不像之前比较一下就能认出来 所以我也保留你的通灵师的面 好吧 只能说把你的问题给点出来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周五的最后一局 帮帮大家过了 我觉得六号为机械狼 他的发言 他打了二还打了十一 他不知道队友是谁 这什么发言 你先打了二号 说二号不好 保了三和十二 又说又开始说十一不好 什么意思 都不行 我觉得我本来想这个位置 跳一下通灵给九号 发个好人身份 想压他跳 但因为我觉得十一号应该是狼 所以我觉得就不去压九和十了 然后就听九和十的发言 我应该会站边九和十里面那个通灵 然后五号玩家 认狼 行 行 直接今天把五出的得的 为什么老要认狼 上一轮也是 然后没了 五号玩家铁狼 五号人家狼 六号人家机械狼 然后十一号汉跳狼 差不多 我觉得二号发言挺好的 二号好人 二号在我时间里面 我觉得发言挺好的 不存在六号说的那些东西 看吧 有可能我打错五六 但我站边九十里面的那个通灵 我觉得十一号发言 就是纯胡编 现在这个心路里面 你要不就别说 你就说你就验了二 要不你就别 我都懒得听什么这 那什么公主 什么玩意 我觉得纯胡编 今天就 反正我听你发言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然后我 我那个 浅占一下九十里面的那个通灵 然后我认为十一号是狼人 二号是好人 然后五六再看跑过了 六七肯定得开狼 尤其这个六号牌 我就验你好吧 验的四号是茶沙 为啥验四啊 其实验四是奔着精水验的 因为明天是你生日嘛 这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局 好想着验是你精水 大家都知道什么水圈贡脑 其实药尘也是功能 我如果是通灵师 验的他是精水 他一定能占编我 这是我想验他精水 让我们拉起小手 享受一周的美誉和赞美 这是我的初衷 验他的初衷 并没有敏他 验出是茶沙 那兄弟 你这个生日就没办法了 那你只能第一天就出一下 第一天出一下 二号玩家是这样 我没有觉得你发言特别好 这个六号玩家也点出来 但是我也没觉得六号玩家是好人 因为首先你的视角不尽到十二 其次你的发言磕磕绊绊结结巴巴 这是二号玩家的问题 以至于我都觉得 十一号是不是 我又拿通灵师又是撞车了 发不小心又觉得 外之位发到小狼队 又查查头上了 因为我听二号的表水 我没觉得他一定是好人 但是都到这个位置了 盘内的那种东西肯定太极限 二号玩家我就暂时试你做反金 但是你要给我好好表水 好好发言 锦上那种非常缺失视角的那种发言 在我这肯定不可行的啊 当然你的命跟我也没关系 你自己也拍了一张平民嘛 初肯定是初四 验要验六 为什么要验六 因为六号玩家 你在锦上 据我的回忆 很少这么大范围的操作 又点了四号是狼人牌 又点了十一是狼人牌 保好人保了三十二 天哪 这把你可是真正刚猛用力啊 我是觉得 十一号玩家为狼 四号玩家为狼 二号玩家暂时做反金的情况 我都觉得六七八 打开两郎 因为我觉得锦下五是好人 为什么觉得五是好人 因为十一号锦上高之位发言 精准对话五号 希望五号能站对边 我不觉得这个发言 像五号跟十一号认识 当然如果十一号 真的是那个大郎 不小心发到小郎查杀 那另算啊 我就盘简单的一点零 我觉得十一就是跟我汗跳的小郎 二号玩家是我的反金 五号玩家这个位置呢 应该就跟十一号玩家不认识 所以五号玩家 我暂时是位好人的情况下 一号玩家是我白天开盘敏了 我觉得敏你不太好 所以我第二艳 艳这个一号牌 六号玩家和一号玩家 是我的锦回流 为什么艳六 就防防一手 你又是各种电飞啊 倒勾啊 我就艳你好吧 这把你要是好人 我什么身份都不需要你你跳 什么身份都不给我跳 有身份你也给我 是龙是虎 你都给我握着盘着 好吧 你就站你的边投你的票 我艳就艳你好吧 锦回流可能几年还会再改 八号玩家就不经验看上票 就给你一次机会 不上给我 你就是狼人 锦回流就是六一顺艳 今天锦回飞给我先投四 好吧 我觉得六七八 逮开多郎 我是通灵师 然后十号玩家可以听发言 十二我也觉得是好人 我也觉得是好人 别的没啥了 就这么多吧 感谢一下投十 感谢一下马卡 感谢一下秋小秋秋 好吧 好人必胜 过了 谢谢秋小秋 谢谢卢卡斯 谢谢圈圈圈圈圈圈的投十 站边九号玩家 然后十二和五 尤其是五 我都觉得是好人 三我不确定 四是狼人 锦上你的表情出现了跟昨天一样的 然后还有 我本来以为四六里有狼 然后但是他给四甩查杀了 我会先站边九号玩家 呃然后至于六和七 啊不知道 外科锦上真的想回家打游戏了 直接直接交站边 我是个人排开外科的发言 我自己想站九 好吗 因为十一号玩家自己发言 他们都说你有问题 我觉得没啥问题 我只是觉得潮南 像好人 然后还但是但是是这样 潮南如果你锦下发言 还是跟刚才 因为其实你只讲了两句话 一句话是后置位的那个通灵师要来救你 你说是渊家嘛 然后就是想改 然后就讲的非常磕磕绊绊 就这么简单的句话 你说哎 上把三号玩家教我站边 这把十一号玩家教我站边 希望后置位的那个通灵师来救我 就这么两句话 你可以分成四句来说 我没这么不懂 这是语言的游戏 怎么会这么一句话 就是狼他也不应该磕磕绊绊 对不对 锦上的八 看完他投票吧 我是觉得六号玩家锦上的发言一般哦 没觉得你一定像好人 但是介于你打了四 我觉得四像狼人的情况下 那我就锦上先不打六号玩家吧 也不排除有人说别人是机械狼 自己有可能是机械狼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是觉得有一招 就是说这个游戏呢 现在我们每个人也没有其他人起跳 对不对 只有两张牌起跳 那么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小狼和一个通灵师在对跳 所以也没有什么谁学了谁 谁学了谁 那么外之位也不需要大家起跳身份 如果我们这局陈平老师又起跳身份了 直接外露他 因为没有你的轮次 不允许起跳身份 你是因为又没有需要你帮大家站边 大家已经都已经给站边了 所以你不要帮助 如果你是好人也不要帮助他们 好不好 然后如果你是狼 你起跳 你就投你 你就投你 当然防他一手 万一是别的想出局什么的 这就再说好吧 我井上先站久 我好人过 所有井上玩家发言结束 退水玩家请灭灯 仍在井上的玩家有 9号 11号 请井下三名玩家叫我到手 准备投票 3 2 1 请投票 1号 5号 我觉得 90通灵师吧 跟上一把的某位通灵师比较像 觉得全世界都要害你 678先发言 为什么4是查杀 11是汗跳 678里要出两狼啊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都没听过 8号玩家发言 但我觉得9是比较像的 4号玩家紧上 确实像狼吧 2的发言 确实紧张 但是因为2的底牌是狼还是好人 并不能决定谁是通灵 通过91的独立发言吧 我觉得9的发言应该是通灵师 因为他最向通灵师的地方 其实也就是他在点678的地方 他觉得4 以他是通灵师的视角出发 4是一个查杀 11是汗跳 他认为678里场多狼 我能理解他 但是我只能说反正我不是 好吧 那 紧下听一下嘛 因为4号玩家 拿好人接了查杀 特别还是接的9号玩家的查杀 还是在生日前夕 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好人 能发出非常优秀的表水发言 好吧 所以暂时的话是战边9 我觉得10号墨周围的发言 也还是比较像好人 我觉得10向好人 6跟7其实 紧上没有 觉得6特别特别像狼吧 因为7.6是机械狼 所以 我觉得67里可能6比7好一点 这是我自己的听感 但是也不一定对 天天二轮吧 11的独立发言没啥问题 说实话 就是前面打他的点 我都觉得稍微有点强大 但只是因为对比下来 9比11更像 因为这两个不是 说11很差很差 而只是9更像一些而已 别的就没啥了 先占9 够了 谢谢您 你的头十 那个 今天就出4 然后你不过把那个 那个11读了 明天就出6 首先啊 我底牌平民 6号人家呢 维机械狼 学了我维机械平民 我就帮你9号提前验完了 你也不用验了 你快点外职位 赶紧的验一个 然后就 5号人家好人 5号人家好人 还真下谁投的9 反正好像 8号投的9 还有一号还是谁 一号能投9 那就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 这个5号8号投9应该还行 这1号就不知道了 反正就这今天先出4 然后那个女巫独时夜 6号你也不用验 你验出来也就是个平民 然后我现在告诉你 6号 大概率是机械平民原因是 因为首先6号警上 你现在验了4号 4号为查杀 6号警上打了4号 但是他又打了2 又打了11 这不就纯机械狼的发言吗 然后没什么了 我先这位发言就说这么多吧 好吧 今天我就出4 读11 明天推6 没了 没了 我过了 又封路 什么意思 没懂 怎么直接就直接踩我机械平民 要不然就这样子 咱们今天直接六七 直接干 什么查杀 什么汉跳 都 不是什么发言 7号玩家 我打了4 客观的评价一下 2号玩家 哪里有一点点不好 以及把11号玩家 你心目中的汉跳的爆点 全聊出来了 然后我 机械狼 哇 冰冰冤了 太冤了 太冤了 不是 我这发言怎么就 忍你一天 尊重这个游戏的轮次 不能成为像许姐那样的人 那个投还是今天先投4 不不对不起 冒犯了 冒犯了 许姐 我觉得你像好人 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尊重轮次 不能说今天咱们就 假设你们听错我6的身份 或者听错7的身份 你们搂 可以搂 但没必要 这个游戏 狼人啥马还是讲点道理 所以我们战边9 就把4号玩家给搂了 因为我锦上 其实已经点过4号玩家的 那个狼人 为什么像狼了 好像没说为什么 直接答了你 是不是 也没有为什么 其实我就觉得实意不像 所以你说实意像 我肯定得捶一下你 对不对 而且你非要去聊 二号玩家哪里发言 二号玩家聊了不好的点 是我点的 你也没点出来 就是你点的也不客观 所以我倒是觉得 你的发言不太像好人 另外一个是 有些敏向的原因 就是在别人在发言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表情 沉思在等待发言 就是很像一个狼人 不知道怎么构思自己发言 那种感觉 可以修炼一下 至于这个东西 肯定不是演技 好不好的问题了 我觉得 我不会像九号玩家 会去 就质疑你的专业能力 我觉得是狼人杀 这个东西 跟演不演 其实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因为七号还这么发言 所以你是学了 我的机械皮铭 你想吃什么 行 行 那怎么办 我想那你验谁 你把十号牙验了吧 好不好 因为十号牙 说我紧上一般 我都打了四十郎 你沾边九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一般呢 反正我觉得八项好人 八项好人 然后如果 给你两个位置 好不好 给你两个建议 要么是把一号牙给翻了 气打 不听是吧 不行 还是得听的 我真是好人 我井上贡献很多 你不能我难得用哪里 然后你就说那个 对不对 我觉得一时这个位置 开宴吧 好吧 然后就这样 我过了 我是我的确是平民 我机械平民 头是卸了吗 赶紧的 有可能卸不到了 等会 卸过了什么 谢谢乔乔 谢谢Seven 谢谢依依 谢谢秋小秋秋 然后谢刘阿淳 然后你们呢 等会两个人石头剪刀铺一下 然后那个 我不管你们谁是机械平民 反正是废物 对吧 学的都是平民 这没毛病吧 不是说什么 自己学不到机械平民 你上次不是我学个机械平民 你在那边说什么 你这个一学什么 学一个机械平民 轮到自己拿机械的时候 一学一个平民 你们两个肯定是有一个 和我一样的嘛 自己的话回家好好复盘一下 好吧 祝你生日快乐 还要怎么样 然后我希望最后一个狼狮 嘿嘿 这样你是三连拜嘛 我有许个月 好吧 如果是的话 你就早点 你先自报嘛 直接 现在直接去看 好不好 我希望是你好吧 要不然我们两个要一起 没必要 好吧 独乐乐不如 就你去就完事了 好不好 不投你好吧 我先说好 如果他跳首位的话 就直接先投十一号 好不好 不要为难人家 人家就是想活嘛 好不好 你别乱跳 会出事情的 然后别的没有了 那就随便验一个就可以了 好吧 就验个小八号 那他就垂死挣扎了 他说验下十号 就说你肯定是好人 然后锦下的一号 你怎么投对票的 我也不知道 好吧 我们现在唯一的变数 是不是许姐 唯一的变数 找不到书的理由 那我先跳一下 我是守卫 晚上守你 好不好 我怕你听我是道工 把我读了 现在找不到书的理由了嘛 猎人死了 允许你不开枪 好吧 晚上我就守你嘛 我看来看去 这个场上除了你是女巫 把我读了之外 没有一条输的路了 你是女巫 你跳一下 我也守你 好不好 我想赢一番 是不是女巫 顶上站边的十一号 是不是你 你跳一下 第二天只要你不死 你想投谁投谁 但是你得把死讯报正确了 好不好 你别说你把我读了就好了 好不好 然后他跳首位的话 我们就先投一下王国的公主 好不好 别的没有 还有什么事情没交代吗 没有了吧 只要守卫不吃毒 毒猎人我们也赢了 随便读 如果你觉得徐姐发言的轮次里面 你这样 你给一个范围好不好 谁的发言比较不好 随便弄一下 你们这两个机械狼 你就读一个出一个 反正都是平民 好不好 你读的那一个 剩下那个交给我 好不好 守卫出来了之后 我守你好不好 你多玩一会儿 好不好 把最后一个 那个假装那个埋头苦干的 那个狼人找出来 好不好 让他勾得起劲 那个狼你们东西 站边谁就可以了 判死刑了 好了 你现在跳 这不能跳女 我徐姐拒着你 没毛病吗 我守徐姐 好不好 如果这都输了 不是我的问题吧 把路全部封死 好不好 赢一把 猎人死了 不要开枪 好吧 这个留给我们头 就这样 过了 过掉 太酷了 你要是女巫 就读他 因为我是守卫 他在压榨你的身份 我跟你说嘛 首先我觉得二是小狼 因为九号跟二号那个对话 他明显知道 二号是自己队友 他是卖出来的视角 因为他说 十一是汉跳 我是茶沙 他说五六七八出两郎 他还要聊说 二号好紧张啊 二号什么什么 像个什么什么 你这不四郎找齐了吗 你不五六七八出两郎吗 其次啊 他说他奔着我精水 首先他说我俩供脑 然后他说奔着我精水 咽却咽到了茶沙 那就说明不供脑 那脑就在我这 你那空的 所以你肯定你就是 你就是乱在罚 你肯定是怕我站坐边 我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的底牌使然 我必须得弄你出去 好吧 然后呢 因为我是守卫 然后你三号是井上攻击二 跟我想法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好人 十二是井上直接站的十一 然后我觉得十二也是好人 然后这位能跟我跳守卫的应该只有 一号给那个九号上了一票的 所以一号跳守卫 那个就大家就不要相信就行了 我已经就是把他那个路线封死了 对就像他 你跳 对 我再跳 那他 他肯 他是反狼 他不可能 他就是在压占你的身份 我跟你说 他想让你说自己是个女物 然后那个 我是守卫啊 然后那个 那个九号是汉跳 然后我那个就是 就不讲道理嘛 大家说我是狼海上也没啥理由 说敏的 那三号跟我井上做了一样的事 你们说 你们说二号为什么 你们都说二号发言紧张 说他 说他为什么要上井 平时不上井 都说他不好 但是却觉得十一不是 我觉得没有道理啊 而且九号查查到我守卫了嘛 然后今天我听那个十一号归票啊 然后我会 一会儿就给他读了 他认了那狼 他还找你女巫 然后过了 你听什么十一归票啊 你守卫你出二啊 你听他归什么票 他不查杀二吗 二还能是个别的 他还有可能是双刀狼的 那边得是个小狼 那在你视角你不出二吗 五号玩家为什么呀 就是这么对我害怕我吗 我本来想说 我今天井上听的 就想定读这张六的 你也别笑 我井上我就想赌你 井下人的发言 我更想赌你 我都 你 我本来在想 这把就算有个机械守卫 算我倒霉 那个十号玩家是个饮水 我本来想的是 这把机械守卫算我倒霉 这把有机械女巫算我倒霉 他 他叫机械女巫还得这六 四五我分清了 我觉得四十个狼 他跟我说他听十一归票 他听啥十一归票 在你眼里你今天定出二啊 你听十一归票 十一能跟你说归 归九吗 那肯定也归二啊 我过了 他要归票 他们要听一听 我是不是他们的大哥吗 我是那个敌国的将军 还是本国的将军 还是要明白吗 你是王国公主 你是王国王子 我现在就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们的父皇是谁 我想知道他们的父皇是谁 希望你帮我验出来 那个父皇是谁 我觉得是不是六 反正六七必有一个他们的父皇 知道公主为什么会王国吗 因为他整错了 所以他锦上后置位给我丢茶杀 实际上其实是搏杀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锦下少狼 锦上多狼 但是偶尔就是紧张一下 也让大家平衡一下我的数据库 不要下次我拿狼紧张 大家说紧张就是狼 我告诉你们 我好人也会紧张 这样挺好的 所以目前的狼坑 可能是我觉得七可能 毕竟七觉得我 反应还OK 锦上就保了我 他打了十一 所以正逻辑里 七一定做不成十一和四的狼同伴 所以七打了六 目前狼坑肯定是四六十一 就是你验一下 九号玩家 你验一下六七就可以了 然后外支卫可能 我觉得锦下如果少狼的话 一一五八 五肯定是首位嘛 因为四号是汉跳首位 他是九号玩家 真同龄时的茶杀嘛 所以锦下的一八里面 最多开一个狼 我觉得最多开一个狼 十一号玩家才会给后支卫 我的头上丢一个茶杀 他是在搏杀那个预演家 但不小心搏杀到了 那个将军 是率领千军万马的那个人 所以就请 王子先出一下局 然后公主吃一下毒 好吧 然后你去六七里面去验 我认为八可能也还好 更新一下一十二的发言 其实就找齐了 过 兄弟你跳的是平民 你是拿搞霸子的 你还算一千军万马 我觉得是四七八十一 我觉得四七八十一 四七为啥是狼 不是四十一为啥是狼 因为我战编九 所以四十一为是狼 八为啥是狼 是一位 一位已故的NBA著名球星 教我的战编 教我的 找到你的方法 你看 二和四加起来是二十四 二十四是谁的号码 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在穿二十四号球衣的时候 他是属于毁于参半的那种球星 就是有喷他的 有夸他的 对吗 黑子也有夸 说他好的也有 就二十四里开了一个狼 但是他之前穿八号球衣的时候 对吧 他是什么人设 什么评价 换孩子 对吗 所以八号人家 你就是那个狼 七为啥是那个狼 因为七在倒沟的时候 他保了你 所以七就是那个狼 所以我觉得就是四七八十一 一个都跑不掉 雪C 雪C 啥也别说了 嘴大叔叔雪C 四七八十一 就这么找到的 好吗 赶紧叫 你们四个 这四个狼线 胶牌好吗 你也着急去玩 去玩那个暗黑 你就胶牌 去玩暗黑就行了 好吧 去玩暗黑 好吧 咱啥也不说了 我这个以上发言 来缅怀我最喜欢的球星 科比布拉恩特 好吧 我那个年代 肯定是科比是 那么多 好吧 乔丹是我之前的 跟我没关系 好吧 就这样了 四七八十一 一伙对对答案 好吧 其他也不说了 我为啥 为啥 赞九 我其实 其实赞九 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 我听二号像好人 我听九号又像越人家 所以你的发言 好弟弟 你的发言 我就没怎么聊 而且七号在井上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说站边后面的 但是他从来没聊过你四 你四是井上爆锤 二号玩家的 七号说我站边后面的 他不打你 所以七号人家得是狼 对吧 那他又保了八 对吧 就是盗国的同时 还得保护自己的狼同伴 在狼王的庇护下 是不是很好 哎呀 啥也不说了 四七八十一 就这么着 过来 我不打篮球 我听不懂 你说什么呀 我现在有一种什么 就是说现在在下大雨 你们每个人都打个伞 就我没打 是我领的 我哗哗的 我听不懂呀 你说四号玩家是狼 他井上 那个二没有跳统灵式吧 他不后之位 他也没有防守动作 他没有防守动作 然后你们说 然后五号玩家跳了首位吧 四号玩家起来 跳完首位 说后之位 还有首位要跳 他是 疯了吗 你们说四号玩家一定为狼 我不明白 所以说 你们如果说黑的 说成白的 我是没有办法跟你们走的 这一把 我想想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站错 那我就身上就只有四号 我十二号和你十一号的票 其他人的票 其实你们都很坚定了 是吧 而且你们的思考量是啥呢 那边你们产多狼 对不对 你觉得六七都有 然后那边又要让 又要让 验八的 又要让 验十的 全站边九 没有一个人觉得里面有宠逢 没有一个人觉得里面有狼人 而是是倒沟 九号玩家的发言平和为一定是通灵师呢 不是验到一个茶沙了 十一号玩家的队友全部都不要他了 然后那边又发了一个茶沙 这边是全部都是通灵师 我真的不理解 你们所有人都说十一发言不错 觉得二号玩磕磕巴巴 然后一定占九 你们拿出一点顺服我的理由 我真的不懂 而且那十号玩家不是说了吗 不允许挑身份 那为啥五号玩家挑身份了呢 都能容忍 那不是为啥五号玩家不像风路的呢 鉴于我最近站边确实极其之稳定 所以我选择相信自己 我再听一听十一的发言 再听一听万一聊暴了呢 是吧 咱也不能说说太早 再听一听十一的发言 目前我感觉我想站十一 我就站十一 我们坚定一点 对吧 大不了三把都输孔片 我也不怕的呀 昨天在看着王某我都不害怕 我看着孔片害怕 我不怕 好吧 我站十一我给我冲二 过来 聊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拿好人只会聊得差 不至于到聊暴的程度 但是确实有可能让大家认不下我的发言 但是没办法了 黑黑大厦将军 你是我最后一个支柱了 因为这局就只有12号玩家一场好人派战队变了 我觉得好人是3号 1号 10号 12号 我觉得你们都是好人 但是我也理解你们为什么会站错 是确实荣耀这把发言很好 因为我自己知道它是一张狼人牌 我在莫志维听他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发言真的不错 就是他的汉条发言进步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以后可以更新一下对于他的数据库 然后我认为的狼人 首先2号玩家是我查杀的一张狼人牌 然后4号玩家是9号玩家发杀的一张牌 5号玩家是跟4号玩家对跳守闻 那5号玩家在我市到底是一张狼 2号5号 9号玩家是一张跟我对跳的狼人牌 那么我的位置只有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的话 我会在678里面选择 那我就会选择这张7号牌 那没有位置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6号玩家和8号玩家是外置为坑里的好人 都能站错 尤其是6号玩家 7号玩家打你这张机械狼 你到底是怎么站错的 所以这个是让我很困惑的点 然后我就解释1.6号玩家紧张打我的点吧 我第一天验了2号玩家是一张查杀 然后我在上顶我会有观察他的表情 他当时是直立的直接去按这个灯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小狼 我有说过 是我觉得他那一下很像是要汉跳 他的背做得很直 所以我会以为他是狼队去安排汉跳的那张牌 就由此我会谈他是一张小狼 并且我认为这局游戏的机械狼人牌 产在2号跟7号之中 我觉得5号玩家是跟9号玩家见面的一张狼人牌 因为9号玩家在这个位置去赶给4号玩家发查杀 我是通灵 我可以验人 他是一张狼 他为什么不怕4号玩家是他的大哥呢 所以一定是前志位有一张他不认识的牌 被他填进了他的狼队 那要不是我查杀的2号 要不是在井上去站边他的7号 所以2期里面会出一张大哥牌 那就很有可能我验到的2就是一张机械狼 因为他没有选择原地起跳 很有可能是个双刀狼 我的规票就肯定是2 我验到了茶沙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站队边 很多好人牌平时能站队都没站队 那我就只能尽力发言了 我认为这把不是我发现不好 就是敌人太强大 9号玩家确实发言蛮不错的 然后今天呢 就是最后还能够认我是通灵师的朋友们 请跟我投一下这张2号牌 然后 我是觉得2期里面出那个机械狼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把有没有什么盾 但是你就读的话 你就在5号跟9号里面选读 都可以 或者读7都行 我的4张狼坑就在这里 然后我希望今天是我跟2号玩家的轮次 因为4号玩家是一张守卫 它有爽人功能 而我作为一张通灵 我的4张狼坑都已经点起了 我其实没有什么用了 我觉得这4张狼坑不太可能有差错 那么我希望今天就是我跟2 就至少我通灵出去也就行了 白天把一个守卫给扛推了 就不太好 而4号玩家刚不摔了一个杯子嘛 碎碎平安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是一个能守平安夜的守卫 我希望他今天晚上能守一个平安夜 我不希望一张即将能够守平安夜的守卫 在白天出局 所以今天就跟我投一下2号玩家吧 我过了 发言非常好 全场只有你一个人在转车发言 他们都已经开party了 那都可比的出来了 come on come on 这一局游戏很难 你说希望其他人能跟你投票 只有可能有4号玩家 以及还有可能有12号玩家 然后4号玩家 今天呢我们就不要让他守平安夜了 直接送他上路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 我觉得9号玩家说归11就归11嘛 你要觉得很难让大家相信 在4物里归 那不是不是4 归4直接归4就归4 我是觉得查杀14就投4 哎呦 王宝宝老师发言 好不好 薛宇好不好 好不好 我建守你好不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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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了 好不好 这我很难 那个其他的也不说了 至于我觉得9号玩家 唯一要有的思考量是 就是 那个如果你验 你不是说你想验6吗 因为验7也不太合适 我觉得如果你想验6 他说他自己是平民 对吧 如果他是平民 你可以锦辉飞给三无礼的哪个人 都可以啊 这这都可以的 叫他不要跳身份 他跳平民 这是您的轮次吗 6号玩家归归老师 其他没有了啊 我站边9号玩家 12号玩家 我不是 我真不知道是疯了 是狼人 好吗 其他的留给9号玩家吧 下一轮再点蝶的过来 我验出的茶沙 他就算跳出个天 在我这轮次也不会改变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拿到通灵师 我有足够的自信 发到言 因为他自从跳起首位来说 我自带2.5票 我相信 以我优秀的发言 能让外之位的4票好人 至少跟着我走 打飞这张狼人牌 汉跳首位的狼人牌 然后呢 呃 我想一想怎么验 12号玩家 我去敬验一下你吧 其实听完一圈 我本来想 最想敬验的是这张8号牌 但是因为12号玩家 在墨之位说 一定要占11 没办法 这页一定 只能给到你 然后 我这把游戏不想输 所以我把一个不 每一个不确定因素的路 我都封死 首先5号这张牌 你 你 你 也不 不是一定要去守3号 不是一定要去守3号 我希望你尽量能守出一个平安夜 3号玩家 你就规规矩矩的 我也不求你毒机械狼 你这毒一定要给我毒死一只狼 就是11号 今天我投资 你这毒就撒撒在11身上 你晚上就算中刀了也没关系 至少你这一毒一定是干在狼身上的 好吧 我们轮次也一定不会丢 3号玩家不希望你 你是战边我的 因为 我听你发言 你是信了40狼 听出来5号是守卫 所以我希望你能坚定战边 我晚上字字信信 大大方方的把这张11毒了 我们就紧推是无限领先 不要在六区找机械狼毒 谁是机械狼 就不重要 1号玩家 我觉得这票你也能跟着我走 因为这局游戏 我最想保的就是你 因为你的发言 超级无敌大爆水 1号玩家是我能保的好人 2号玩家是反击的票 肯定跟着我走 我觉得6.5票怎么就够了 10号玩家是饮水 我也不排你自导 我觉得你是好人 好吧 我觉得狼人就是 其实我觉得8挺像狼人的 他高之位发言 我让他第一个发言说白了 我觉得他像狼人 但是我的经验 优先要见经验这张12号拍 我一定要先验12 因为12是要占11的 在莫之位 哎呀 12是狼 可能也不会这么充11 我验8 我其实最想验8 但是因为12是要占11 我才想验12 12这票 如果你跟着我 跟着我的手去投了4 你在我的身份还可以偏好 还能有可能有机会变好 12号玩家 我不想经验你 我井下一定要经验8 因为我认了1是好人 5是守卫 井下 我觉得有概率会开狼 所以我最想经验的是张8号牌 好吧 我的井会流改到8号牌 今天就投4 女巫晚上就去读 这张11号牌 好吧 呃 41是两张狼人牌 啊 井下我觉得 我就觉得8是狼了 外之位67再开一张 这是我点的坑啊 12号说白了 验你 刚才说验你是 我都没 我都没觉得你像狼 虽然你要占11 因为我觉得狼人都会倒勾 我不会冲 但是我这也不验你了 我看你的手怎么投票 好吧 如果你还依旧不跟着我的手 你就投了2号的话 那你只能是狼人 但是我不去验你 我看你票行 好吧 我的井会流就是验这张8号牌 好吧 我的好哥哥今天拿到守卫牌 我不希望他输了 去看恐怖片 他会害怕 啊 不想让他去看恐怖片 所以说我希望5号玩家 你也能守住平安夜 3号女巫 希望你能听我的吧 11狼人读掉 井规4 井会流8号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9号警长 我会票4号 其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321请投票 1号 2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投给4号 3号 4号 11号 12号 投给2号 4号玩家出局 请留言 确实是守卫啊 我觉得大家其实 战9号的最铁的原因 就是觉得5678不会都站错边嘛 这个因为我接查杀了 所以我是最明了的 然后就像11号玩家说的 以后就不会再有那个平安夜了 就是上把手出来过了 今天也有过了 可以了 够了 然后就是说 哎呦 你是女巫是吧 你这样能投2 晚上麻烦你读一下 那那那这这这个 这个2号 对 然后是守卫走的 就没啥可说的了 因为 因为大家其实心里就是觉得是5678都不会站错边 所以 就是觉得站那个站9站得很很铁 但是 就是我得告诉 因为我是守卫出局的 我就得告诉你们 他们当中 有人站错边了 对 然后我的守卫走了 4号玩家 一言结束 然后各位大门老师 记得下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 我们这局结束 还会大家 这儿抽一个平板 就会不会对 那ije 我还在这儿 对 是 过来 坐这个 好 我 上 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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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指望七不在狼队了 12这一刀刀歪了才能赢 因为如果12这一刀也刀中了的话 那是必输吗 我想一想 空手的 四跟九是四跟九是四跟九都是狼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拍摇 我要是狼队 而且你一 十一出了 好吧 先把十一出了 他们无非今天晚上外之位再砍一刀平民 对吧 没什么了 这不是顺出的事吗 因为 因为 他们夜里砍的十二 因为三号站错边了 所以你信了四号 你去读了二 因为你读了一个平民 你得认啊 你读了一个平民 他们才会去砍平民 他们 但是有五号是守卫的板子 他们为什么还要去砍平民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够扛推平民营 那为什么能扛推平民营 就是他们认为九号 有可能验到 那个机械平民 然后就把其他人出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大概是 我是这么理解的狼队的战术 不然八号 我想八号为什么不自爆呢 因为上一轮 八号自己投票还投的四 八号投票投的四 我觉得八号 那应该是八号砍的事 他们想砍平民营 也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好吧 那九号 要不然九号你就别验人 你就不用验人 你验了 你验出平民也不一定是平民 大概那意思 我是这意思 好吧 今天我觉得可以先出十一 或者出八都行 听九号 九号归就是谁 五号可以不是守卫 我也不是我平民 我都跳过 好吧我过了 今天别手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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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一下 下一天再说 今天你昨天自首的话就空手 昨天没自首的话就自首 防一下 不是想教你 就是怕你玩梦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该这么说 因为打到这个阶段 肯定是不想输 对不对 虽然其实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 但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我的身份是比他低的 井上十号归饮水踩过我 九号归人家 那个通灵师踩过我 井下的时候 三号归人家女巫踩过我 所以他们如果是刀明 觉得谁好抗队 肯定是六号抗队 六我好抗队一点 这个逻辑能懂 然后我觉得是 比较把比较浅显的逻辑 跟三号归人家说一下 因为你活着的 还有反骨的人 只有你了 其他都骨头都是顺着的 八号归人家那条逻辑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在大家眼里面 如果五九是狼 或者九号归人家是狼 他推掉的是一个 不见面的四号归人家 四号归人家挑的守卫 他们只会认为四号归人家是守卫 这个逻辑能懂吧 四号归人家如果是守卫的情况下 他们外面想砍谁就砍谁 不需要去砍平民 所以现在知道谁是通灵师 这个就没问题了吧 所以现在八十一 就是坐在桌上的两个狼 也能听得懂 OK了吧 没问题了吧 所以接下来现在难度是什么 难度是我底白是平民 那七号归人家 其实是说我是机械平民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 很早井上去开始走路 封路了 机械走路走位了 所以他肯定是学了个机械平民 刚才他的表水那段内容 你也听到了 他说我如果是机械狼 我一定不会去学平民 那大家就忍者兼至 兼至兼至嘛 这个事情 就跟我其实前一天 有一把机械狼 我学了个猎人 看似其实很出色很有用 但如果有些时候 在巧合的情况下是没有用的 那有些情况下 机械平民的确是有用 所以我们是要辩正的 看待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说 学了机械平民 就是最不好的一种学法 至少这一局七号玩家 给他们狼队寻找了 寻找到了一线生机 这个没问题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九号玩家 你也不会死了 你的验人 接下来也完全都没有用了 你验出来都是好人 对吧 其实还能说啥 没啥说的 我觉得五号玩家 应该是不会定错 也不一定吧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定错 刘根七的身份 希望吧 好不好 反正明天是决赛人赛 就刘根七 然后晚上你看着自己弄吧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守 然后希望 大家都说 如果没有扔下来 我可以麻烦不投票 批个p 好不好 可以吧 过了 机械女巫 很难理解 就这样 我等会你们报了 我就 我们现在四票 那个科比 休息一轮 好不好 停赛了科比 我们四票够了 就我们这边四票 投一下八号 只要不是狼枪 绝对就结束了 我晚上把科比守住 你等会继续打篮球 好不好 徐姐你随便投 你随便投 你想投谁投谁 然后那个我说一下 我只要是守卫 他出去是守卫 我们三刀结束了 知道吗 懂不懂 游戏规则上面 我是守卫 懂吧 因为他跳的是守卫 十二投的是二 所以在前置位 没有人是守卫 这两个任的平民 我是狼我就杀八 对吧 懂能明白吧 所以我不是狼 现在我就是能够 掌握局势的人 六七里面那个 我来给你分 我晚上把那个 戴眼镜的科比守住 我们现在绑票出一下八 只要不是狼枪 我们就赢了 好不好 没意外了吧 徐姐我为什么要跳 我说一下 变数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说要投 我不跳 他跳守卫 晚上直接送我上路 上青天 对不对 不是我就是七号上青天 好不好 很好了 一瓶毒就够了 好吧 现在 只要不是狼枪 我们就赢了 好吧 只要不是狼枪 这样我们宝困 你验他是狼的话 先把他弄了 双刀狼是不是我们也输 双刀狼也不输 双刀狼都不输 好 没有变数了 现在就是 科比 科比 只要不勾手 我们就不输 是吧 科比 哈喽 科比 我也爱科比 我也打篮球 你这一轮就不用投票 我们四票真的够了 不要有意外 我们够了 你七票 我们就 你看 我 他 他 加上那个 第一天的饮水 好吧 圈圈 你世郎我不玩了 你直接说好了 你世郎我不守人 我不守人 我不守人了 好不好 不是 这个游戏不是每天起来选同伴吗 我选不了你知道吧 选不了 黑黑也是好人是吧 黑黑是好人是吧 你说如果我跟他一起去看恐怖片的时候 我跟他怎么沟通呢 就是 沟通不了 你知道吧 你不会 这样 八是守卫 我们俩都是守卫 你是这一轮刚才投的四是吧 我们这一轮投十一好吧 我劝你郎吧 这样我劝不了好人了 我劝劝你好不好 跟我们投资 晚上我守你 好不好 你们两个谁投我守谁 好不好 行不行 你跟徐姐身份换一下好不好 打不过你们 今天投十一的就是我 科比的朋友 好不好 今天投十一就是我科比的朋友 好不好 没有了 我没有 没有别的东西了 可不可以 我 不不不 跟着九头好不好 因为他有可能是创到了 科比你刚才打的狼坑已经很准了 就打错一个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头八也可以 随便你好不好 最后好人跟着九头 行吧 就这样 过了 先跟荣耀道个歉 因为我觉得在你的视角里 你不对 四十一两个狼 六七里开一个 外之位只剩票一张 你说先验十二 后来就 哎不对不对 去验八 我当时甚至都已经盘出 十一是个通灵师 你们二四九十三狼的这板子了 我脑子里真的已经干炸了 因为我没 我没理解你是怎么打 点出五张狼呢 而且你说要验十二 我认为十二张好人牌 且十二最后也跟我一样 站边的十一出的四 所以我最后选择把二给堵了 五号玩家我也不知道在聊什么 你说输一首八是个狼腔 人家九给八发的是个茶杀 你说输他一首 他是个狼腔 那验出来不得是个猎人吗 我真没听到 五在聊什么 劝劝 怎么盘你都不能是个自刀狼了 你跟我聊聊吧 我确实 本来我都觉得我已经要站回来了 五号玩家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第一天井上 第二天井下 我觉得你怎么这么像个自刀狼 你的发言让我更不想站的这个九 但我怎么盘狼坑 你真的好像进不去 你知道我当时都在想 我一票票十 跟大家说一下 我感觉十像个自刀狼 或者说是什么十是个大哥 但我觉得现在怎么盘狼坑 你都进不去了 你跟我聊聊吧 我被五的那个什么 输一首八十狼腔 有点聊 没聊明白 人家发的不是茶杀吗 你说跟酒走 我 你们发言吧 过了 这五在说什么东西啊 我打的四七八十一 我投的四 他跟我聊什么呢 你们抄答案的 能不能尊敬一下我 不是你们抄答案的 能不能尊敬一下我 我没懂啥意思啊 对吧 是不是我先打的吧 对吧 啥意思啊 12号不打篮球 那肯定不行嘛 对吧 不打篮球的就输去了 对吧 这个也不打篮球的 也出去了 对吧 那个打篮球的 接着茶杀没办法 这两个不打篮球 所以我们要多打篮球运动 好吧 那个 就投一下 投一下粉皮小猪 本身那个 如果你这样 其实那个 如果老祖宗坐这里 他肯定投你 你知道吗 我替他投你票 我替他投你票 他不是天天弄你吗 猎人带你 女巫堵你 对吧 对吧 那就投你一下 好吧 我觉得七四郎 七你昨天明明保了八 看录像 你跟我说六保了八 你必保了八 你百分之一万保了八 你说景下 你觉得五八十好像一 就不知道了 你原话 不是六说的 反正我就觉得七四郎 四七八十一 我不允许我 我不允许我错一个 我希望我四个全对 应该不知道 搞不清楚 好没事没事 反正大势所向 对吧 你反骨再怎么着 对吧 没用 你知道吗 就是九号玩家的团队 已经绑票了 你甭管理都是狼属好人 你再反骨没用 你只能 那个叫什么 独自 独自清流了 没意义 好吧 我肯定投办啊 过了 因为王宝宝这根还认守卫 所以我就不得不打王宝宝 是一个非要跳守卫的好人了 因为我的狼坑是我的茶叉 我的队跳 三张跳守卫的牌里面 得出两张 那歪哥就得是好人了 他不占我的边 我一把预言家成为JY近些年 第一次占错边 那不行 所以我就没法打这个狼坑了 那我就跟我的队友 被查的队友商量一下吧 因为今天在变很难了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咱俩也分不清那边嘛 咱们今天就分这边嘛 找一个名给他一剁 然后明天让我们的 去跟另一个PK PK过了再一剁那个名就赢了 PK不过 那就是明天输了 所以 我是希望我们俩去分辨一下 一跟十里面 谁是那个平民 谁是那个枪牌 因为六七已经打起来了 其实六七谁是大哥 俺俩也分不清 好吧 我知道大家也分不清 俺俩也分不清 你也分不清 你验了 可能都是平民 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需要分枪 剩下的事就交给大哥了 听听一根石的发言 然后一会儿 俺俩就刀一下吧 过了 十号 十号 感谢许姐 我过买给酒过了 八号玩家选择自爆 各位太太好面具 大家记得下一下右下角 小手柄的七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人请进行 5号玩家死亡 没有意见 请 9号请中选择 死做死有发言 3号或6号 6号玩家请发言 11号玩家选择自爆 不吝点赞 订阅 关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 我打完第一把 我就应该打车回家 这个 第一把结束之后 谁在那一直发 at我 然后说吸我的运气 是真吸没了 第二把已经挺没的了 第三把 我都不知道自己咋想的 我宁可第二天读的是这个六 大家还不用在六七里分辨 把二留下来 咱们今天给七一出 如果没结束的话 这游戏就非常的那个简单 我能说啥 我肯定比较保持 我第一天对你的听感 肯定 但是有一首就是 我认为狼队也有可能 赌一首 我会赌六 因为我那么笃定的说 我今天不管了 我这冤家什么狼 我都不分了 我说赌六 所以这是唯一 你有可能示好人的地方 但是他们自己也说都不知道 谁是那个机械平民的大哥 所以这东西确实也不能确定 我觉得他们可能出去 也不知道你们俩谁是 所以就看你俩了 我再听听你俩发言过了 我对徐姐的建议是呢 因为你的确这游戏没有发挥好 没有发挥好 所以我建议就是 就是不要给他们太多建议 不要影响他们了 然后可以压一下手 说真的 因为现在只知道 我们现在吵这么多人 只有一个坏人 只有一个狼 所以在自己不那么确定的时候 不是非要个人移动主义 去投那一票 就如果你 你不要带着成见 我希望是 就是你没那么笃定 你就压手 没关系的 这时候不会有人去责怪一个 就是你分不清楚 硬要去投压手的人 我们这个比赛不赢 就是你投对票 没有什么奖励的 能懂吗 不要去在乎那些虚名 什么所谓的数据不存在 所以我是对你三号的劝谨 我现在需要把时间往回旅 第一天请上 我在那个位置说了 十一号玩家 首先我觉得他性命生 比较像编的 其次他去给了二号玩家 发查之后 他说二号玩家是一个小狼 而不是个大狼 这是我井上点的 十一号玩家发现的毛病 然后我说二号玩家 你诊断都还行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 为什么不聊一下 十二号玩家 十二是想占十一的 我说你聊一下十二就更好了 我没有说二号玩家是狼 我说井下再去听一听 然后井上四号玩家 再去打了二之后 我给的井上的工作量 是保了三根十二 我保了三根十二 三十二现在已知是一个女巫 和一个吃刀的平民牌 是一个好人 对不对 然后我把四号玩家 踩成是一个狼人牌 我说但因为今天 马上是你生日了 我说你一般不打死 你一定是个狼 也就是说我在不知道 或者这位通灵师 有可能会验到四号玩家的情况下 我把我的狼队友直接卖了 有必要吗 没有那么必要吧 一些事情是有先后顺序的 然后 七号玩家井上干了什么 七号玩家井上是直接就开始 第一天井上就开始走 就是属于叫什么 叫提前走位了 他说六号玩家是机械狼 这是七号玩家井上干的事情 然后去模糊了我的发言 他说 什么 我一说十一不好 一说二不好 什么这样那的 他是把我的发言 其实重点去模糊掉了 这是井上的 井下其实也没有太多 我的确保过八号玩家 但是七号玩家也保过八号玩家 我的确保过八号玩家 但是保八的原因 其实第一个是八号玩家 对你那一段 因为我有点共鸣 我实话实说 就是你对我防守动作太多了 八其实起手说了一句说 你为什么就是跟上马的我一样 都会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 我的那个想法 所以为什么当时觉得八 而且当时井下 其实我觉得一可能 看卦象不是特别好 所以一巴里面我搞 搞错了 一巴里面我搞错了 然后这是我 不好的地方 我也把我自己的 坦诚的说 我当时有问题的地方 我也告诉大家 但我因为我底白是一个 好人白 是个平民 而不是个所谓的 学了个机械 是个机械狼 学了平民的平民 好吧 然后我给的建议 是实在分不清楚 因为我在先制发言 我不知道七号玩家 会拿什么样的点 去给自己表水 以及去来攻击我 如果真分不清 压个手 PK一轮 好不好 可以吧 然后我是好人 过了 你对这盘九号 只要验过我 那就一定应用 因为只要九号爆出 我的底牌是平民 六号就出局了 当然这个东西 可能六号也会觉得 我不会学到平民 什么这东西 不能成为唯一 就是能够打踏机械狼的点 那这就看别人怎么想了 其实我觉得 机械狼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机械狼 他作为一张机械平民 在井上 就是作为机械狼 一定会双边都打的 就像我井上抓六号 是机械狼的点 是因为他打了二号 打了四号 打了十一 他是二和十一都打过的 所以就是机械平民 当然现在说这些 也没什么用 那九号报我身份就完了 然后今天就出六 其他的还有什么 什么能说的 没什么能说 保不保八的 我确实 我自己认为 我没有保过八 因为我听着一号 完全就是听着有问题 因为我的原话 是说的五号和八号 投的九还行 然后我说一号 当然不好 但是保不保八 这东西也没什么意义了 九号只要验过我 就是能报出我的身份 今天就出六 好吧 然后没了 好吧 我过了 安排下工作 最后安排下工作 三号玩家 听一下规票 就是一个工作 然后六七 验的都是平民 验的都是平民 我个人倾向出六 听一下十号玩家建议 然后发发言 我规票 就最后一推 推错就是好人输 当然我也 身为本局游戏的同龄师 我也愿意扛起大旗 那都被我说对了 六七八开两廊 四十一是两廊 十号玩家是好人 别的没啥 六七 希望本局游戏的优秀发挥 不要在最后一归里归错了 好吧 我倾向一归六 听一下十号玩家意见过 感谢一下 感谢一下 这个花枝的头十 谢谢花枝 什么命 摸平民摸平民摸到 留到最后 倒钩狼倒钩狼 留到最后 冲锋狼 我也是最后一个走的 哎呦我又要归 投票了 是这样啊 我觉得呢 三号玩家是肯定是有点没搞清的 九号玩家你可以坚信自己的想法 因为毕竟通灵师的感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七十郎 因为 呃七号玩家为好人的点是 七号玩家 不可能学到平民 对吧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七号玩家不可能学到平民 所以七号玩家一定会是本局游戏的最后一个平民牌 六号玩家为狼人 但是我是觉得 七号玩家虽然很神 就他打这个游戏已经接近很神 但是七号玩家为什么会在井上直接说六是一个机械平民 你们还记得吗 这是我疑惑的点啊 当然你 你想通了 你觉得他不可能学平民 你还是归 归他就可以了 好吧 呃 因为七号玩家井上说六 机械狼 然后 后面说他机械平民 他可以敏出六号玩家为一个狼人 或者敏出六号玩家为机械狼 这个都非常OK 但是直接能敏出六号玩家学了一个平民吗 那不能只能是 而且七号玩家是不是两次都说让你去验他 我这个地方是我比较疑惑 所以我我个人觉得七是狼 别的没有了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九号警长请归票 九号警长归票六号 七一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六号投给七 六号十号投给七号 七一玩家投给六号 六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获收 今天中午总结吗 一会儿有总结啊 大幕老师先不要离开 点点关注 然后一会儿今天有总结 本球系狼人阵营获胜 给大家负一下盘 本球系狼人为四号 七号 八号 十一号 其中七号为机械狼 七号玩家首页学习 一号玩家成为机械平民 首位为五号 通灵师为九号 女物为三号 猎人为十号 一二六十二为四张平民牌 五号首位 首页选择空手 狼队阵营 击杀十号猎人 三号女物选择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九号通灵师查验 四号为狼人身份 七号机械狼学习 一号玩家成为机械平民 井上竞选环节 九号真通灵师当选警长 第一天 百天 四号狼人被攻投出局 第二天 夜晚 五号首位选择自首 狼队阵营 击杀十二号 平民 三号 女物开读 二号 平民 九号通灵师查验 八号为狼人身份 第二天 百天 听完医学发言 八号狼人选择自爆 第三天 夜晚 五号首位 守护九号通灵师 狼队阵营 击杀 五号 首位 九号通灵师查验七号为平民身份 第三天 白天 十一号 狼人选择自爆 最后一天 夜晚 七号 机械狼人选择开刀 一号 平民 最后一天 白天 六号最后一名和七号最后一狼 PK 六号 平民出局 游戏 结束 狼人阵营获胜 好 我们今天的三局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记得先下载一下 赶紧关注一下 这外带水直播间 然后下载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游戏七镜 这款游戏下载非常快啊 几秒钟你能下好 然后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发今天最后一个福带 抽奖福带是中100抖币 我看到还是有宝宝不知道规则 就是我们平时直播间也是会发福带的 但是平时的福带就只是抖币 然后我们专门抽奖的福带呢 是首先是100抖币 然后你看那个口令你就知道了 所以赶紧下载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游戏七镜 支持一下我们代表 我们一会儿会发最后一个抽 苹果平板的福带 你下载好之后 几秒钟就能下好 下好以后一分钟之内 这外带水会关注你 你就可以给他发两张图 一张是手机桌面的有游戏的解脱 另一张是游戏内玩游戏的解脱 然后这样发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平板了 然后大家如果想参与抽奖 抓紧时间去下载一下我们直播间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啊 只要现在在直播间看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平板 所以大家赶紧点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游戏下载 融水面积的关注一下JY代试好吗 谢谢你们 那我们今天的三局就结束了我们本周的大师赛 一会儿马上会进行一个总结 感谢还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我献一下车车欣欣和425给我的偷师 谢谢老婆 然后我们请今天的12位嘉宾做一下总结吧 请1号 请1号